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习第七首季 这首季的第三句 词以无相而为相 这句话非常重要 无相是体 心体没有相 所以 见心之后 才能够随云现象 这个在佛菩萨 就是见心的人 随云现象 不能是随心 如果是随心呢 那心就有了 这个意思很深 境界很微细 要很细心去体会 通常 我们常说的 就是 无知处 无分别 无妄想 无妄想呢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静年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无相 就能够随云现象 云是什么 云是众随性 舍法界的众生 是云 不但舍法界众生 一真法界众生 也是云 一真法界哪些众生 那都是法神菩萨 法神大死 分正佛位 从原教出诸到等觉 你看看 祝佛如来 还是随他们的心 现象 等觉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 无名 媚婆 他还是有念的 这个念呢 就是我们讲 其心动念 这四十亿位 四十亿个阶级 给诸佛说 分别没有了 职责没有了 他们所有的 就是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为什么有四十亿个阶级呢 此心 其心动念的频率不相同 这个位置低的 像施主实行 他的频率比较高 这个波动比较明显 那么到施地菩萨呢 他这个频率很微细 到等觉菩萨 差不多已经接近水平了 极其 威胁的频率 到如来 古地上 才没有了 这个离四 我们都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修行 真正用功 用什么功呢 无非是在 这个根臣相戒的时候 我们六根 戒出六臣的时候 在这个里头去练 真正去练 去学习 新学最初的 最初的是知识 放下一切知识 我们常说 这祖师大德 常常教导我们了 修行用功在哪里 出师代人节目 在日常生活当中 首先学 放下这种 具体的来讲呢 我们只举这个例子 因为他这个境界太复杂了 我们只举这个例子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 放下五与六臣的享受 放下贪嗔痴慢 我常常讲这十六个字 从这个地方入门 在生活上练 在工作上练 在跟处众 跟大众相处的时候练 跟物质环境里头练 从这里入门 你要不肯放下 还是贪恋 那你这一生没指望 纵然你经教学的很多 你也能够有好的记忆力 能说的天花乱坠 没用 你烦恼吸气 一分都没有断 念佛都不能往生 这一点要知道啊 念佛虽然讲 你这些烦恼吸气 没有断 断太难太难了 但是你能够扶住 所以有不起作用 有贪爱的这个习气 有承惠的习气 但是对四对人对五啊 我这个贪嗔痴 能控制的住 他不会发作 趁心顺 这个这个趁 顺自己意思的 这个静缘 不其谈恋 我一辈自己意思的 逆境窝缘 不生成会 要在这里下功夫啊 这个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啊 你就能成就点 初学啊 总是会起来 顺境里面会有爱心 历境里头还有成会啊 你必须要什么 一年比一年轻 你修行的功夫又进步 如果今年跟去年还一样 你这一年 不要过了 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如果说是今年比去年还严重 贪心 成会心 还在继续不断增长 那你完全是倒退了 你要想的 这三种东西增长 结果是什么呢 是三途国报在增长 贪心 木鬼道啊 成会 地狱道啊 玉吃 除生道啊 这三种 进去容易 出来可能啊 你想想看 不但你这一生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你所造的一切物业 要在这个里头 消尽了 消尽就是 你所有一切果报 你统统都要收 你要收尽 你才能处理 处理之后 你一定还带着雨 与业 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还带着这个习气 卧道的习气 卧道的习气 你纵然是 立开三卧道 得到人天了 但是在人天 依旧造卫 天上造卫 有 天阿修罗就是 那么这一点 佛报响尽了 你的物业又现前 又现前了 又再躲下去 很麻烦了 所以第三经 不能不读 熟读生世 你自己就明白了 因此 我们要想 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 看起 向他们学习 他们以无相 而为相 一无相 就是第一 就是第一句所说的 横住涅槃 这是无相 而为相 随行化现 有提 有用 清凉大师 在这个地方 诸节里面讲的很好 这是无助灭叛 横小难道 横夫小臣 他 到不到 这个境界 什么叫无助涅槃呢 不读生死 不读涅槃 生死 就是舍法界 不读生死 横住涅槃 不读涅槃呢 随行化现 随行化现 不读涅槃呢 虽然随行化现呢 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涅槃 这个说法 容易懂得多了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是读生死 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是读涅槃 但是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要 要过去发的那个愿 要兑现 不能那个愿也死掉了 发的什么愿呢 众生无边 是愿度 那你现在正在涅槃呢 众生也不要了 你违背了你的誓愿 那你曾经发过这个愿 那怎么办呢 去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一生 有没有妄碍呢 没有妄碍 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么我们要问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跟你说 决定没有 决定没有 怎么能射出这么多经教 这经教是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的出来的 是的 没错 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佛的 是众生的 你也想到这个道理 佛有没有说法呢 佛没说法 佛的说法是随众心 众生心因素质量 众生不齐心动念 佛是一句话都没得说 不但没有法说了 佛也没有现身 佛现身是 众生有感 他有应 现身如是 说法也如是 他现身 没有身相 怎么说没有身相呢 不是明明有这个身相出来吗 对 是有这个身相 他没有知足 确确实实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两句话 是形容 诸佛如来 法神菩萨 他对我 对法 没有知足 没有分别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这就是诸涅槃 但是怎么样 他又有这个身体 跟大众相处 和后婆婆 和光同尘 跟众生没有两样 众生看到佛 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的 佛很慈悲呀 没有不教化众生的 这种 世心 教化 不诸涅槃 提用 是一 不是二 提用 确定 没有障碍 离无碍 离是心体 提无碍 向无碍 用也无碍 提向用 多么有障碍啊 所以秦梁大师 在这个经里面 给我们讲 四种无碍 这是从根本上说 离无碍 是无碍 离是无碍 是是无碍 发戒 无障碍的发戒 哪个发戒无障碍呢 印证发戒无障碍 这个我们听点头 实际上告诉你 一切发戒 都无障碍 为什么呢 一切发戒 是一发戒 华言经上 说的多了 一戒是读 读戒是一 一读不二 大神教里头 佛常讲 性即是相 相即是信 性相不二 性相一如 离即是似 似即是离 离四不二 离四一如 拉着这条改 一阵发戒 里面的诸佛如来 法神菩萨 视线在 莫归地狱 没有障碍啊 清净 平等 那觉悟的人 在识法界里头 跟义正法界里 清净 平等 无二 无别 可是 众生境界里 是不平等 不平等 从哪里来的 不平等 从分别 职者 来的 他有分别 他有职者 所以 利 分别 职者 清净 平等 就先前 菩提心里面 我们现在 说了五条 大菩提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 自卑 我们学习 从哪里入门 从清净 平等 一个得到了 五个都 清净 清净 得到了 别定 自自然 里面呢 包括了 真诚 平等 真就 自卑 平等 真心得到了 自自然 自自然 圆满 居足 真诚 清净 真觉 慈悲 我们的功力 就在这两下 两条四个字上 却有 清净 不忍住 执着 明显的 忍住 严重地 严重地 忍住 真用功 在哪里用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四四五五 不再执着 不再执着 随便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真也好 假也好 善也好 我也好 没有一样不好 为什么说 对自己好啊 一有执着 一有执着就不好了 一有执着什么 你在造 轮回业 你要晓得 执着分别是轮回心 从这个里面 所有一切 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通通叫轮回业 天天造轮回业 你怎么能 出得了轮回业 你要想出轮回业 不要再造轮回业了 那不造轮回业 不要再执着了 可是在办事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不能不执着 你不是执着 执着就执着 我们要不要执着呢 有 这个执着 执着就是不执着 你能不能懂这个意思 我心里都确确实实没有执着 我心里都确确实实没有执着 事实上 很执着 做给别人看 他们迷得深 他们没有办法 觉悟到这个境界 先要帮助他 断我修善 怎么帮助他呢 我做给他看 不杀身 我做给他看 不但没有杀身的行为 伤害众生的行为 没有 伤害众生的意念都没有 这条界才清净 你虽然是不伤害众生 可是你还有念头 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你不清净 形式上你是做到的 念头上不清净 这个不行 这个不圆满 小臣界里面你几个 大臣界你做不到 大臣界是论心不论思 小臣界是论思不论心 这两个差别很大 所以大臣界难吃 小臣界容易 那么这个今是大臣界 不投刀 要在你意念里面 把占别人 便宜的这个念头 断掉 你这一条界就清净了 常常还想占别人的便宜 在世间里面 想占公价的便宜 比如说 公用电话 你有个技巧 你用公用电话 可以不要付钱 这就占便宜 倒心 学佛的人 占常住的便宜 寺院安堂 这里面一切设施 是四众同修的供养 你可以受用 你要知道借鉴 你要知道爱惜 你可不能浪费 那说佛明理 更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在第一生当中 见到一个人 周邦道先生 抗战期间 我在贵州念书 他是我的校长 以后我们在台湾 又见到了 在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学佛 到台湾之后 住在台中 李老师 是经常在台中讲经 他怎么样认识 以后跟李老师学佛 人是真正好人 读书人 狠守本分 吃戒 这一条 他真做到了 他在台湾 做考选部 政务次长 就等于副部长了 考选部政务次长 公家配给他的有吃 家里面的时候 公家给他装了电话 这个老先生 不是公司 公务的事情 他不做他的切 他出门去做公共鸡 私私 出门做公共鸡 他自己本身这样做 他家儿女 那就没话说了 车停在家里 不是公司 不可以做 替公家 借神 起乎 不是公的 公司 不用电话 私私的事 到外面 有公用电话 到那边去打电话 人家 这种题目 我们天乐都要到我 我们老校长 穿定了一套中山装 我看至少有三十年 非常接近 受辱 有些人 自己神施皆用 因为在国内 还有亲戚朋友 更穷苦的 他常常寄钱来救救他们 这样的佛教徒 恐怕今天在全世界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我们学生 我们学生们 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学生 差不多将近两百人 看到老师的行业 没有不受感动的 对老师 佩服五体头地 做出来给你看 他能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生活借尽 修佛之后 全家吃长素 一丝毫浪费都没有 独出他自己的儿女 一点都不浪费 他的妇人 我们称师母 见过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向他化缘 那个时候他没有修佛 他没有给他 以后学了佛之后 非常后悔 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那个印象很深 一生忘不了地藏菩萨 修佛的时候 那么样的虔诚 那么样的认真 感应多 他的大悲水 在台中是有名的 也传到整个台湾 非常灵异 能治卑病 那是什么 大悲心 他真正有大慈悲心 加持这个大悲水 关佑 抗战期间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对师母 特别尊敬 为什么呢 他把我们的学生 照顾得比他的儿女还知道 我们感动了 自己的生活行为 真的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修行 用功入门 要知道 从清静 从平等 佛法里头 晚安静 修行 成就 不外乎 禅根禁 这两个法门 那么现在到末法时期了 禅根禁 已经很难了 阴光大四长江 往后 除了禁之外 很难拯救 但是禁 也不是容易死去 所以 禁途是一行道 那是跟八万四千法门比较 因为那些法门 都是断获真正 禅 也不如是 断获真正 竟是 待业往生 待业 古达都说的太多了 待旧业 不待新业 不是说 你天天造业 没有关系 我都待业往生的 没这个道理 所以 金宗将求的是 要服 服烦恼 你就能往生 不需要断 禅宗跟其他的这个法门 要断烦恼 你才能处得了三戒 这个是金教里头 讲的太多了 见思烦恼 断了 你超六道轮回 财色明师税 五欲断了 你超越欲界 深 色阶天 五色阶天 啊 见思断掉之后 你超越六道轮回 都是断了 尽宗的方便 服 服容易 我们能够做得到 断 真是不容易做到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服呢 用这一句佛号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无论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处处 进阶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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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阱 都是业 都是设于情知 所以 不管是什么念头 才起 古达德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因为你是凡夫 哪有不勤念的道理 不勤念 你就是佛菩萨 就圣人了 凡夫哪有不勤念的 念头才起 阿弥陀佛 就把它换过来 所以念头只有一个 这一念起来 第二念 就是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这叫福烦恼 烦恼常常起先行 你就常常用这个方法压 这叫用功 这叫功夫 压住了 是功夫 压不住 努力 天天干 实实干 念念不忘 干这个事情 那么久而久之 这效果出来了 这个烦恼 它起来的频率少了 能够保持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不起念头 这不错了 这不错了 两三个小时 不起一个忘念 就是没有这个 这个喜怒 该落 该无欲 你都能够控制得住 大概要 一般人修行 要多少的功夫呢 要十年 你才能够压到 两三个小时 古来祖师大德的经验 一支箱 一支箱 长箱是一个半小时 一支箱 还有三五个 念头 这样多长的时间 一般讲 那真正用功要三年 这样养成习惯 林宗往生 就有把握 如果烦恼习气 常常起现行 你忘记了 把佛号忘记了 让这个烦恼习气 念念的 想续 这个麻烦大了 这样下去 林明宗师 肯定 跟着烦恼走了 这叫业力 经论上讲的太多了 林宗的时候 业力 强者先迁 哪一个业力强 跟着哪个去 那么你的 善的念头强呢 你就伸三善道 那个我的念头 成会的念头强呢 报复的念头强呢 你就伸三善道 所以 我们在起心动念呢 这个训练呢 先断悟念 把这个放在地 决定不允许自己有悟念 那个人毁谤我 侮辱我 陷害我 我们不能够以 卧念对他 为什么 我要用卧念对他 我自己 躲三善道 与他一味伤害 没有啊 自己伤害自己啊 这个要觉悟啊 如果他 他以这些 我以来对待我 我没有丝毫 成会 没有丝毫 我念对他 那么他这种行为 对我来说呢 是好事情 他来考验我 他来帮助我 帮助我提神了 我更没有理由 去怨恨他 你要真正觉悟的话 你会感恩他 感谢他 让我晓得我自己功夫到什么境界了 我不断地在提神 你会对他产生感恩的心 你怎么会怨恨他呢 我们以感恩的心对他 他造作的是物业 他这个物业将来受国报 国报会减轻 为什么减轻呢 那个结果是好的 是善的 他帮助我提神 他造作物业帮助我提神 他那个物业也要受报 受报报得轻 如果他以物业对我 我也以物业对他 我们两个都堕落 这个堕落后来也麻烦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彼此双方都痛苦 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化解掉 化解不是在思想 不是在对方 是在自己内心 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 我们应当把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那个对立的念头 化解掉 我们的身心和谐 得大自在 这个是修行 真功夫 对一切人 善人看得慣 卧人也看得慣 平等共进 那么在我们一起相处 办事的人 他做的不如法了 劝告他 提醒他 不要用责备 不要用处罚 要用感化 这是佛菩萨 不但佛菩萨如此 世间 圣仙 教人 都是如此 感化 感化是什么 人 感恩你 心服 口服 你 你要是责备 严厉的态度 得到责备 他拿你的钱 他是你的部下 他没办法反抗你 只好 表示服从 内心不服 内心给你借的冤仇 这个不能不知道 如果你懂得因果报应的 这些道理 这些事实真相 你自然会收敛 为什么呢 我怎样对人 人家怎样对我 一报还一报 四号 我喜欢别人怎样对我 我就应该永远这样对人 这小就是我 小我 我希望别人的时候 能够关怀我 我就要懂得关怀别人 我希望别人照顾我 我要懂得照顾别人 我有过失 希望别人原谅我 不要过分的责备我 别人有过失 我要原谅他 我不能够过分责备他 就这么个道理 是因果的道理 常常替别人作项 好的事情 善的事情 自己有佛部 给大家共享 我前面讲的 这个周老师 周邦道先生 他自己的收入 为什么不改善他自己的生活 他可以过得好一点 为什么过那么苦的生活 无非是想把钱 无非是想把钱借身下来 帮助比他更苦的人 这个心叫大慈悲心 他一个人做 他夫人全家都要做 这我们亲眼看到的 我们今天在生活上可以浪费吗 不是很需要的东西 你需要天职吗 不能够缺少的 一定需要的 才可以天职 已经有的 旧的 旧的没有关系 还可以用 不必要换心的 处处也要想到 借解 为苦难众生 借解 这次我到这里来 有同学告诉 从东北来的同学们 他们坐火车来 两天两夜 坐火车 木头半顿 为什么呢 都是想借神一点钱 这个旅行的 用最少的这个费用 多借神一点钱 来供养这场住 我们听到很感动 常住里头 这个财物 我们能够随便去享受吗 要常常想到 你能不能对得起人 人家是怎么样刻苦来供养的 你任意会合 你不是在造罪业 古德讲 施足一粒迷 大如虚迷山 精神不了道 皮毛带交换 皮毛带交换是其次 先堕地狱 我归受罪 罪受满了之后 再便畜生还债 不是说 我将来还了就没事了 你的罪 你造作的罪业 你要收保 这个罪业实在低 罪业是这个 这个收 消完了 罪业消完了 你还得还债 不是说罪业消完 没事的 要还债 你是麻烦不麻烦 所以 古时候的出家人 真是给社会大众 做出最好的样子 过最辛苦的生活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样子 他老人家一生 三一一步 那个人是王子出神了 富贵人家长大了 过这样的生活 不容易 而且快快乐乐 过了一辈子 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生活 难怪前几天你看 那个戴慧禅居士 来见我 我细心地观察 他身上至少 有四个以上 灵鬼附身 至少有四个 他见到我 他也知道礼拜 给我说话 说的话是英语 日语 好像还有西藏语 还有西方其他国家的语言 好几种语言 说的那么流利 他是中山人 从来没有到外国去过 也没有学过外国语 外国语言 说的那么流利 这是灵鬼附身 不是他说的 给我们透露的讯息 其他的我不说 说我们的出家人 不如法了 佛菩萨 他看到我们这里 供的佛菩萨的像 他给我们讲 佛菩萨没有这么漂亮 没有这么庄严 佛菩萨天天在流眼泪 我们想想是不是 肯定是 我们今天 借着佛菩萨的名义 建立道场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能够 依教修行 不能断卧修行 不能及功力的 贪图享受 教理不明 戒律不迟 佛怎么会不哭呢 凭什么 接受人的供养 供养里的 尤其是自己浪费 罪业 罪业无别 佛菩萨哭 不是哭别的 哭到的时候 你穿上袈裟 你躲地狱 这些年来 这一类事情 我遇到太多太多了 我要不说了 这是我们大家 亲眼看到的 时时刻刻 给我们提出警告 提我们提出警告 你要晓得 我们这些人还有救 如果没有救的话了 警告也没有了 为什么 没用处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这个道场的人 良心还没有 还没有免尽 还有一点点 诸佛菩萨做种种事情 警告我们 让我们救 让我们回头 这个音缘 也是西游难逢 我们看到 接触到了 要从今之后 提高高度的警觉 要学着吃苦 要学吃劫 天天要学经教 要听经 要明了 经教 要知道 依教 奉献 不辜负 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希望做一个 真正的佛弟子 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 给大家看 哦 这个是佛教 这个是佛弟子 为佛 赠光 不要自己的 这个 思想 言行 让人家看到 这是佛门的 丢佛菩萨的人 这个最后就中了 现在时间到了 对 对 这 是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 对